娱乐圈真是一个混杂的地方,名字大了什么样的鸟,都有这句话根本没有参加。 娱乐圈的明星中,谁没有被八卦纠缠过? 今年娱乐圈接连发生了很多事件,对于最近的拦截音相关事件,我们不仅为女神的遭遇民不平, 更为她这一生感到遗憾,随着事件的升级,对蓝杰音先前指控,被曾志伟迫害的答案,终于浮出水面。 真相大白后,曾志伟的人设立即崩溃,曾志伟在娱乐圈也很有名,现在,到了中年,被厄运所困,可能会挽结不保当。 第一次有报道,趁,曾志伟运入了这样一桩丑闻时,娱乐圈利用各种常规手段去爆料曾志伟。 当时,曾志伟也首次发表声明否认谣言,纯属谣言,早谣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,每个人都了解曾志伟的性格。 丑闻曝光后,外出娱乐业大佬都支持蓝杰音,因为他们知道曾志伟的性格,他们指责曾志伟是娱乐业中的白类。 不仅如此,大佬们一致表示曾志伟是一个皮条客,所以,这位大佬也站了出来,他是娱乐圈里的韩尼,他的真名是韩尼华,一位职业模特培训资深教练,每个人都知道娱乐圈中,被潜规则最多的就是模特了。 只有他对娱乐圈里,这些内幕了解的比较深,韩尼华不仅揭露了隐藏的内幕,还揭露了一些可怕的事件。 这要从开始讲起,香港明星谭永连曾与曾志伟成立了一个明星足球队,该队将聚集在香港热爱足球的人组织起来,然后去内地玩,聚集干什么? 你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?随着韩尼的爆出,不仅曾志伟的性格不好,就连谭永连也被拖下水,那时候,只要加入明星足球队,他就会打着玩游戏的幌子去寻欢,明星们也会集体做这种可耻的事情,莫名对此有何看法? 我必须说,娱乐圈真的出了问题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明星在公众面前,做这样的事情也让网民大开眼界。 感谢观看